那我们当然还是要回来去讲 这个数据科学 我们天宋的重点是 各位比较清楚的资料 也就是通讯数据 来跟各位讲解 所以我的资料其实是来自于这一个网址 来自于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呢 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这个网址 因为范例我都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 这个网址是什么呢 这个是政府开放平台 然后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所开放出来的资料 好就提供给你参考 你大概知道我们的数据来源 绝对是网路上不是你不是我去制造出来的 其实应该也是 就是通讯公司或者是相关的单位提供 提供出来 然后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然后放在那个行政院的开放平台上面 所以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样他提供了好多的资料 像有线电视营运状况 第二类电信事业 营运统计 当然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 我就分别去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数据呢 是这个 先给各位观看一下 你看我下载了好多 好多 有关于行动通讯 有关于有线电视 还有国际电话 长途电话等等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只能挑 挑在数据科学里面 我们一定要学会的 举例来说 class join union 这些观念 所以我先找了三个档案 当然第一个就是 有线电视 我谈的是有线电视 然后它的一个订户 还有有线宽屏用户 那就是网路 网路 还有统计日期等等 那我会希望说 其实我们还有行动通讯 所以如果 如果这边 我们自己相关的资料 自己来算 然后看到数据 更多背后的知识 这样子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决策 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使用大数据 或者是来上这门课的主要目的 好 那关于数据 我就先暂时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